好,如果你今天,比如說我旁邊再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說我的及格分數現在是60對不對 那假如說我今天的及格分數改變了 那我顯示出來的也會不一樣 那假設說我今天希望把及格分數做一個變數 變數就是會改變的嘛 因為你可能你的工作也許大致都相同 但是有幾個地方是可變的 那可變的話你當然要做一個變化 可以讓你可以輸入之後呢 輸出的結果也不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的及格分數是70分好了 那這樣70分的話呢 最後的結果當然就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輸入一個70分按確定的話 那這邊你會發現本來69.3的就會變成不合格 70分的也是合格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完成這個部分 就你原來的按鈕怎麼去做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你可以回到剛剛的劇集 有沒有你的劇集的位置在這裡 以後呢你錄製所有的劇集呢 通通會放在這裡 所以接下來我們剛剛錄製去劇集01對不對 再按個編集 那我要怎麼去做呢 才可以變成可程式化 其實就是上面這個地方 底下是我還沒完成的 上面是完成的 那這裡的話 特別說明一下就是 我如果說今天希望讓它可以輸入一個成績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呢 就是x 這個x的話呢就是一個變數 變數的來源是哪裡呢 變數來源是等於後面的這個部分 叫做input box 這input box呢就是跳出來那個視窗 那我不就會輸入一些數字嗎 這個數字呢就會傳給x 那這x就是變數 再來的話呢我本來是60了耶 那這個60是變成可變的 所以60的部分呢就要被x給取代就好了 可是我要特別注意喔 它的這個地方喔 雖然規則大概懂 可是你們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呢 這x是一個變數 它跟其他的左右的字串呢 有點像是陰陽兩界 我跟你是要隔開來的 我沒有辦法直接把x放在60的位置 我必須要藉由什麼呢 藉由等號有沒有 切開 切開 切開來之後的話 就必須先用什麼呢 一個雙引號 先把它切開 雙引號切開有沒有 然後雙引號切開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還要加上什麼 m的符號 m的符號 就這兩個左右邊都要隔開 最後才是把這個x放在中間 這樣才會正確 所以這裡的話呢 應該是最容易出錯 如果你懂得這個道理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出千變萬化的這種 這種聚集了 隨時可以做一些自動化的動作 每天就按個按鈕就結 事情就結束了 那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喔 但是要做出一個按鈕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後面的功夫了 那我這邊所提到的 就特別注意 你們等一下要做的 我把它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的話呢 就在CLS的上方有沒有 你可以按一個TAP鍵 按一個TAP鍵 就是表示它是同一層的 那X X是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 就等於是在記憶體 開一個空間 先存放某一個資料 X 理論上是要宣告 不過在那個VPA不宣告也沒有關係 沒關係 我們先不要宣告好了 再來的話呢 利用Input Box Input Box Input Box 這滿好記的喔 Input Box後面的話呢 那它會秀出什麼樣的訊息 就是這一串 前後瓜谷 那記得喔 用那個引號 雙引號把它夾住 比如說我希望使用者呢 輸入一些數字 及格分數 那我就直接 請輸入及格分數 好 那輸入對不對 就丟到前面去了 丟到前面去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要把60地方改 那我剛剛講過喔 這個是最困難的地方 改的方式 請先這樣子 選取對不對喔 雙引號 然後按個空白鍵 再一個and 再一個空白鍵 再一個x 再一個空白鍵 中間都用空白鍵隔開 再一個and符號 再一個空白鍵 再加一個 這個 好了 所以你要記得喔 雙引號 空白鍵 and 空白鍵 就這一串對不對 關鍵點在這裡 p我 所以記得呢 請把這個地方 記60 以後你就看 60 取代為 這個就好了 60 就取代為這個就好 那底下怎麼做呢 Ctrl C 複製起來對不對 60 把它mark起來 選取 怎麼樣呢 貼上 當然你也用取代啦 只是取代感覺有點不太 怕可以取代到別的 所以你把它貼上 這一串 你只要了解這一串 底下的話呢 就很好解決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變數 你可以把任何的地方 包括數字文字呢 都可以產生一個變數 去改變它的內容 甚至合格不合格也可以啦 也可以 同樣的方式 好了對不對 好了之後呢 看一下有沒有存檔 那剛剛有同學問說 那這個檔案會存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存在這個 這個同一個 同一個 這個Excel檔案裡面 你現在是打開 再聚集就會看到這個聚集 它會存在一起 好的以後的話呢 那我就直接 再切換到我們的 這個裡面 並且喔 我試試看好了 就把它刪除 那按鈕還在喔 把它點下去 確定 幾個分鐘挑出來嗎 這是Input box 那這個就是裡面 我剛剛輸入文字 你可以改的 這地方自己試試看 那講到幾個50分好了 改一下喔 按確定 有沒有 通通都合格 只有一個不合格 按確定 70分 確定 好 又不一樣 這就是利用Input box 產生一個變數 產生一個變數 那特別是修改的地方呢 直接從 等一下 聚集 編集 就是直接 先在上面先加這個 然後呢 再去改60 把它改成這樣子 好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喔